我們經歷的這個防疫的兩三年來 我們都曾經買過這個 USB的視訊設備攝影機 比如說是羅技的攝影機啊 我們當初買的目的就是說 這個東西插入這個 筆記電腦之後就可以做這個線上上課 那當然有可能買過這種 便宜的這個大陸的免區的結局卡 這種東西就可以接這個 sony的攝影機啊或是相機等等 然後當成是一個視訊來源 那那有可能買的是這種 antamini pro 好這種專業的導播機 他當初就是做來就說可以做這個 視訊的切換1234這樣的視訊切換 那現在已經到了後疫情的時代了 這些視訊設備已經用不太到了 要怎麼做這些的廢物利用呢 我們公司最近有研發一款USB攝影機 直播轉換器 當然我們做這個目的不是要 應用在這個廢物利用的上面啊 是說可有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這些 攝影機讓他起死回生 就是讓他有一個利用的價值 那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可以將USB的攝影機插入之後 然後呢有可以錄影 然後呢可以電視輸出 然後或者是一路的這個 USB3.0的輸出連接到電腦 還有或者是在電腦 ipad上面顯示 好那我們現在做個實驗 我們先將不要用的這個 邏輯攝影機 連接到這個轉換器上面 再插入你的電視 好你看這時候電視就會產生 這支攝影機的畫面了 那我們也可以連接這個 sd 隨身碟 將他插上去之後 然後可以按錄影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讓 這一個轉換器在這個 電腦上面顯示 我們假如將這個電腦的這個 usb 連接到轉換器上面去的 usb output的地方 連接上去 打開你的電腦的 obs 就可以看得到畫面了 另外我也可以在這個 ipad 上面顯示 這個 ipad 要連接這個 usbc 的 hub 然後連插插上去之後 再連接到這個轉換器上面去 這樣就行了 media link switcher打開來 哦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攝影機的畫面就會產生在這 ipad 上面去 那這是攝影機 那這樣子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直播 那這樣子有什么好廢物利用的 我放在車子上面 車子可以當行車紀錄器 那當然了這個攝影機他本身沒有經過專業的調教 他錄影出來會有晃動的現象 所以啊這就是一個很 第一個很無聊的廢物利用 當行車紀錄器 那第二個很無聊的應用就是說 可以拿來當家裡的居家監控 那我也是利用到他的錄影的功能啊 那我會把他架在這個陽台上面去 那陽台對著某個角度 然後一直錄影一直錄影錄影這樣子 好這是我想到第一個非無利用 好再也就是我們有可能買到這種 攝影機這種叫做文件攝影機 那這樣的應用能干嘛呢 好我們現在已經不用線上上課了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說 把這個usb的文件攝影機轉換成電視 我們在在教室就可以將這個文件的畫面 打到這個投影機上面去 那另外呢他有可以錄影 這邊可以按錄影你看 按錄影 這邊有紅色的燈 錄影 這樣子 那錄影就可以將這樣的影像 錄影到這個ssd卡上面來 好我們停止錄影哦 就這樣子停止錄影 那另外呢我們還有一路會打到這個電腦上面 這個電腦上面你可以做直播 或者是可以做 線上的線上教學 我打開那個google meet給你看一下 這是google meet發起 發起一個直播 哦你看這樣就有畫面了 在google meet上面去 好你看哦 然後這時候呢這個畫面同時滿足這個 教室的 學生來觀看 然後也可以滿足這個線上的這個教學 達成這個線上跟線下的混混合教育這樣子 現在已經走入這個後疫情時代 以前是做線上教學 我們現在已經要做成這個 實際與學生互動 那我們有想到應用就是說 將這usb的顯微鏡 直接打到這個電視螢幕上面 這樣的應用啊 我也實際 拿到小學去給老師做實驗使用 那他們就連接更專業的這個 usb的顯微鏡 打到這個大螢幕上面去 讓學生可以在戶外觀賞到這個 微距的這個世界 另外啊我們有買過這個東西吧 這個在疫情時代常買過這種 usb的這個 hdi 的擷取卡 怎麼廢物利用呢 這個 hdi 截取卡連接到我們這個轉換器上面去 就可以將 hdi 的訊號來源 當成是他視訊來源 我就接一個藍光 dvd 或者是中華電信的 mod 把它接 我把它接上來 然後第一個 他可以顯示在你的電視上面嗎 那也可以做錄影 那我做錄影給你看一下 這麼個按鈕按下去 紅色的燈就是錄影 好我們開始播放 好 如果你的宿舍沒有電視怎麼辦 你可以用你的 ipad 做代替 把 ipad 連接到這個轉換器上面去 然後打開 app 所以這時候你的 ipad 就可以當成一個螢幕使用了 好 我們實際將剛剛的影片把它停止錄影 這麼個停止錄影按鈕按下去 好 我們把這個檔案把它拿到這個電腦上面去讀取 然后呢打開你的 播放器 好 我們實際播一個剛剛錄的影片 這個東西按下去 你看是不是有聲音有影像 好 這時候就是你的錄影的檔案 在疫情期間呢 我們可能有買過這一款 視訊的導播機叫做antamini pro 他是一款視訊的導播機 他可以吃速度的 hdi輸入之後 然後透過你的手去控制 輸出的 視訊是哪一個 頻道出來 那他輸出的格式有 hdi的輸出 或者是 usb webcam的輸出 那我們今天想要將這個antamini pro連接到我們這一個 usb攝影機的直播轉換器 這時候就不是廢物利用了 我可以讓你的antamini pro 的功能變得更強大 什麼叫變強更強大 我們先來看一下antamini pro原本有哪些功能 gm multi view pgm 好那我透過這個 usb 的鍵面連接到我的轉換器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會發現原本antamini pro 只有一路的 hdi輸出 我現在又生成了一個 hdmi 那這個 hdmi是一個 pgm的 hdmi 那我 那我將原本的這個 hdmi 設定成這個 multi view 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multi view跟 pgm在同一個時間點 那當然啊你也可以在ipad上面做顯示做直播使用 這沒有問題的 好 好這樣子 那也可以在電腦的 obs 使用 這樣子 所以啊antamini pro連接我們這款 usb 攝影機直播轉換器之後 可以讓你的antamini pro的功能變得更強大 pgm跟multi view同時顯示在ipad上面做直播 還有在這個電腦的 obs 上面使用 還有可以在這邊做錄影的動作這邊 錄在這個 ssd card上面 在疫情期間啊我們買這個 usb的攝影機 主要是要做這個線上的直播 線上的教學使用 那在這個疫情過了之後 我們要拿這個舊的這個視訊設備 拿去做一些更多附加價值的應用 那這是我們 思考的方向就是說我不要透過電腦 可不可以做出更好的應用 這是我們這一支 usb 攝影機的直播轉換器就可以達成這樣的目標 比如說我們現在連接這個 usb的文件攝影機 不用透過電腦就可以變成 hdmi的輸出 也可以在這個 ipad上面做直播使用 當然也可以錄影 也有一路的輸出是 這個可以連接到電腦的 obs 上面去 那這樣的一個 usb攝影機的直播轉換器 希望可以讓這個 usb的攝影機 達到更多的附加價值 謝謝大家 謝謝